外交部长吴钊燮笑得好灿烂 这笑容还真少见 跟媒体一连挥了五次手 紧接着跟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往里头走 毕竟这场会谈堪称时尚最高调 美国当地时间21号早上9点半左右 在驻美代表肖美琴陪同下 吴钊燮 顾立雄 总统副秘书长黄重燕 首度踏进位在华府的AIT总部 并且跟美方官员针对国安议题 进行长达七小时的闭门会谈 这回的台美特殊管道对话 是从1979年美台断交后 首度有我方外交部长 踏入大华府地区意义非凡 那未来我方将持续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上 与美方就各项议题持续交流与合作 外交部对会谈内容 同样跟美方有默契 美国务院亚太助兴康达会后受访 虽然不愿意正面回应对话内容 但强调美台拥有重要非官方关系 为维系及强化跟台湾常见的友谊关系 美国定期跟台湾往来 未来也会持续这么做 在位置上是有一个突破的意义 第二进入去开会的美国的人士 也都是具有决策的这样的一个高层 所以我相信谈的内容 一定是相当的深入 而自美台断交后 总统副总统 行政院长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 禁止到华盛顿访问 视为五黑名单 如今解禁 未来蔡英文或赖清德 是否有望依循这次模式 在出访或过境美国时 踏进大华府地区 备受瞩目 中华民国总统 中华民国元首 如果说要到世界各国来去做交流 我们没有反对的理由 我们当然也乐观其成 这场闭门会谈 不仅是台美关系一大突破 台美高层正常交流 更让台湾以美论 没有任何操作空间 谢谢李正道 刘安静 郑海中 TAPDOT